吃個黑糖糕 然後兩盒綜合的麻糬 兩盒綜合麻糬 這樣化身粉的嗎 對 然後再兩條蘿蔔糕 一開店排隊人潮就沒停過 就是要搶買古早味米食 美食一到手 這群年輕人迫不及待的 在店門口客了起來 就是蘿蔔的香味很夠這樣 很好吃 也吃得到蘿蔔的顆粒感 然後就覺得用料很實在 真材實料加上手工現做 就是好吃秘訣 老闆料一聲每天凌晨四點 就到工廠開啟心情的一天 伴隨蟲鳴鳥叫 激起運轉聲 化破激進的黑夜 純白米漿緩緩而下 如絲綢般滑順 抹米之後一刻不得閒 燒好的蘿蔔準備泡絲 雪白的蘿蔔切成絲狀 下鍋煮熟 味道才會更香 水分不能多 小火慢煮 細心呵護 蝦米跟豬油 豬絞肉炒出香味 排入香氣瞬間爆表 再把炒好的料跟米漿 油蔥酥蘿蔔絲均勻融合 帶有餡料的米漿 就能入模具 撒點油蔥酥加強香味 正一個半小時 以純米製作的蘿蔔糕就能出爐 再切割成小塊 方便讓韜客拿著品嘗 吃得到蘿蔔的甜味 油蔥跟米香層層堆疊出傳統滋味 因為我在老店做的時候 蘿蔔糕是有加一點點澱粉 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們想要把它改成無添加的 那你如果沒有放味素 沒有放澱粉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變成說你的 你得加強你的香料 那些天然的香料 包括紅蔥頭啊 廖一生口中的老店就是自己家族 在地經營超過三十年的製果店 六年前她離開老店 跟太太尤小倩一起創立新品牌 就是想做無添加物的米食 先賣蘿蔔糕 隨後又做起黑糖糕 米漿脫水變成一團團的米塊 跟砂糖還有黑糖調和 還要發酵半小時就是黑糖糕 鬆軟秘訣 接著再用磨米機 把米漿磨得更細緻 類似烘焙的過濾作用 蒸上一個小時成形的黑糖糕 綿密蓬鬆 孔洞完美 吃起來Q彈不黏牙 帶著濃郁黑糖氣息 讓人一吃就愛上 其實它的黑糖糕 蠻令我印象深刻 怎麼說 它跟我想像 就是剛開始想像完全不一樣 非常紮實 然後非常有彈性 然後很香 蓬萊米裡面的香米 它本身這個米的口感 就是像我們吃飯米一樣 它是有點Q彈 Q彈的口感 所以它拿來做成黑糖糕之後 它的相對它的口感 也會比一般的麵粉做的黑糖糕 就是來得Q彈一點 堅持全米製作的 還有招牌麻糬 處理好的米糰 下鍋攪拌均勻 過程中要不時調整水分 眼神專注的盯著食材 沒發現日出的陽光 早已悄悄落在臉上 從夜晚工作到清晨 臉上沒有絲毫疑態 煩惱是滿臉期待 等待麻糬成功到來 廖醫生一個人身兼多職 連餡料也一手包辦 直到早上八點多 太太尤小倩安頓好小孩之後 夫妻倆開始忙著包裝米食 一顆顆的麻糬 承載著兩人的信念與汗水 皮Q餡料扎實 不同口味任君挑選 我們做的是天然的東西 所以其實因為那個米 它每一個季節的米不一樣 所以我們家的麻糬米 其實四季來吃它的軟硬度 不會是一樣的 鼓勵丈夫出來創業 由小倩更捨棄國小老師的鐵飯碗 當起先生的最佳駐公園 原本在電商平台販售 後來跨到實體店面 回想起轉型的衝擊 當時夫妻倆差點撐不下去 第一年因為我們沒有掛老店的名字 我們是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們第一年生意超慘的 我們最慘一天一夜有才八百 無天假物的米食製成更冷藏 一家五口長時間擠在小小工廠 這段創業陣痛期 反倒是拉近一家人的心 我們又不敢把小孩自己放在家裡 所以我們在工廠 我們那時候實在 不是現在這個工廠是一個舊工廠 還就是隔了一個房間 然後就小朋友在裡面睡覺 外面機器超大聲的 然後我們兩個人在外面工作 在熬過第一年 靠著口耳相傳 如今變成人氣名店 當初的堅持總算看到些許成果 米食是台灣一個很好的東西 如果我們想讓它傳承下去 它勢必是要讓年輕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就比較想要做一個新的包裝 然後第一個我們要做 無天假無膚子的 然後再來我們想要讓它的包裝 是年輕人可以接受的 不期其心 其力斷金 即便辛苦也不放棄 不論包裝或店面 以文青氣息 將傳統米食賦予新生命 讓米食文化得以延續下去